2007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布了一则特殊的寻人启示 寻找一百多年前一个叫丁龙的中国人 消息传回国内 各大媒体转发报道 央视甚至还出了专题的纪录片 这个丁龙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为什么失踪了百年能够让全世界寻找他 这条视频我要告诉你一个 小人物不为人知的伟大人生 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系是全美开设最早 也是最负盛名的汉学系 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呢 民国时期来到这里面深造的中国学生多达上万人 包括胡适文一多 徐志摩 冯友兰 陶行之等等响彻文坛的大师 可以说没有各大东亚系中国近代文学的光辉 就会暗淡一半 而丁龙就是这个世界顶尖大学金字招牌专业的创始人 更神奇的是 他既不是贵族名流 也不是学者大师 而是一个普通的华人劳工 劳工 是的 你没有听错 一个普通劳工是世界顶尖大学金牌专业的创始人 他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 咱们得从他苦难的人生经历说起 丁龙出生于1857年的广东 当时数不清的中国人作为廉价劳动力被卖到了世界各地 他们有的是被西方资本家花言巧语的哄骗 有的是被迫甚至是绑架 不得已才签下了卖身器 他们把这些华人劳工称为猪仔 贩卖华人劳工被称为卖猪仔 而丁龙就是被卖的住宅 1875年18岁的丁龙被卖到了美国修铁路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认识了当地的大亨卡本迪埃 并成为了他的仆人 卡本迪埃一生的拼搏收获了无数的财富 以及良好的声望 他还建立了一座新城市 名字叫奥克兰 并担任了首任市长 而关起门来的他呀 却是一个暴躁的酒鬼 有一天喝醉了的卡本迪埃大发脾气 打跑了家里所有的仆人 第二天清醒过来 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懊悔不已 就在这个时候 丁龙为他送来了热腾腾的早餐 他坐起来说道 仆人不都被我赶走了吗 你怎么还不走呢 丁龙却说 在我的祖国有个圣人叫孔夫子 根据孔夫子的教诲 君子要懂得忠术之道 受人之托 忠人之士 虽然你的脾气很坏 但我并不认为你的本质是个坏人 而且根据孔夫子的教诲 我也不能就这样一佐了之 我虽然没有念过几年的学 但是这点基本的做人道理 我还是知道的 这是这个美国大亨 第一次的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 之后 丁龙从仆人升级成了管家 他终身未娶 勤勤勉勉的 做着一个家谱 应该做的所有事情 为卡本迪埃将军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直到他退休时 卡本迪埃将军仍然对他是依依不舍 在丁龙临走之前 卡本迪埃问他 是否需要我额外再给你补偿一笔钱呢 丁龙摇了摇头说 副将军 我不要你的钱 但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卡本迪埃说 你说吧 如果我能做到的 我一定帮你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没有任何文化的中国最底层的劳工居然说到 将军 我想把我这些年攒下来的所有积蓄 一共是一万两千美金全部捐给哥伦比亚大学 让大学建立一个汉学系 我虽然没有文化 但我想将来可以让我祖国有文化的人来这里面学习深造 支援国家的建设 我也想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 让他们知道 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泱泱五国绝非你们口中的贱民 丁龙的这番话深深的震撼了卡本迪埃将军 他决心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也要帮助丁龙实现这个愿望 在丁龙寄出支票和信函之后 卡本迪埃主动联系了哥伦比亚校长 并且表示 愿意为大学提供源源不断的捐助 只要这个汉学系能够真正的建立起来 卡本迪埃以自己的人格和声望向校长保证 丁龙是他建国最政治的人 即使他只是一个出身卑微的中国仆人 但是他天性的高贵和善良是无人可逼的 在一番艰苦的努力之下 终于西方近代史上第一个以中国人命名的文化项目 诞生了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 消息一出轰动了整个美国 甚至惊动了远在大洋彼岸的慈禧太后 他给这个汉学系捐赠出了5000册中国图书 以示支持 李鸿章和清政府驻美使臣武厅方等人都纷纷捐赠 从最初的汉学系到如今享誉全球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系 这个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的学系 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师们 像胡适 冯又兰 文一多 徐志摩 陶行之等等 他们都曾经 在这里面深造 而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个头衔 至今是全世界汉学学者最高的荣誉 在他的影响之下 卡本迪埃持续为哥伦比亚大学进行捐款 累计捐赠了30多万美元 而且他还给广州的岭南医学院捐过钱 而在这篇辉煌的背后 丁龙的身影 却在滚滚的时代潮流中 渐渐的模糊 消失 散去 根据美国学者的考证 丁龙的踪迹停留在了1905年6月27日 那天他离开了纽约返回祖国 至此他生平的所有选择都中断了 仿佛在历史长河里面消失不见 直到2020年根据央视专题片的报道 丁龙终于被找到了 他的身份初步被确认为广东台山人马万昌 原名马进龙 因为方言的发音在美国化名丁龙 1935年他在广东老家去世了 在纽约州的高台镇 有一条以丁龙命名的马路 是晚年的卡本蒂 为了纪念老友而修建的 时至今日 这条路依然存在 风雨不改 一百年的时间 或许会磨灭一个人存在的痕迹 但历史会记住他做了什么 如今的哥伦比亚大学 东亚系已成为了西方汉学研究的高地 而如今的中国 也不再是过去那个任人欺负的中国 事了福一去 深藏功与名 丁龙的故事不是传说 也不是童话 而是一段感人肺腑 真实的历史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 会让你灵魂颤抖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依然有这么一群平凡 而又伟大的中国人 他们为了传播中国的文化 搭建中外交流的桥梁 贡献着巨大的力量 他们如此低微 但灵魂如此高贵 这才是历史真正应该铭记的人 请永远不要忘记 丁龙